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了 听了几百次吧 因为我要写词 觉得怎么样 大家这个默契怎么样 也是挺有默契的 因为其实跟上一次她出那个相机一样 就是我会根据她平常喜欢的东西去写词 因为我觉得那个词是她唱出来的 所以应该是要吻合她本来的喜好 还有想说的东西 那以后我也是尽力写了以后 看她喜不喜欢 然后有没有去调整 我觉得这个是她的歌 所以应该以她为本去调整 所以你的中间有没有调整过 有的 因为我觉得譬如说每一个人 当他们做一些唱作的时候 当然有时候想再做好一点 那但是作品已经出来 你会怎么样去改 但是有时候你想太多 可能会不会太好 我们就拿着一个 最当初出来的作品 就是应该是最好的 我们不要把这个感觉杀掉 我觉得如果是怎样的话 真的会很棒 我想应该很多艺术家 很多有唱作的人 他们会很棒的 那所以在生活上 我们两个蛮了解对方的一些 生活的要求啊 生活的 习惯 喜好 喜好啊 爱的东西 那所以 不然就有一些默契 在这方面已经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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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